近期,有港媒报道,近一段时间有不少媒体都爆出林青霞离婚的消息,行李源和林青霞结婚24年一直被称为模范夫妻。 在结婚20周年时,行李源送给林青霞一栋一个亿的豪宅,但媒体爆出行李源私生子的正脸照,又令人不得不相信两人离婚的这个事实。 两人离婚的原因据说是男方移情别恋和小三有私生子,女方是他公私染而妇的销售总监,林青霞虽然名正言顺,却只有两个女儿,女儿终究要嫁人,庞大豪门家业需要儿子继承,林青霞拿了20亿赡养费伤心离取,让位小三。 据悉,行李源已经带着私生子回到家乡祭祀祖先,让他认祖归宗准备承接未来的家族事业,私生子分得了九成财产。 为了列祖列宗,行李源有意将小三扶正,小三的气质看上去和林青霞非常相似,儿子已经13岁了,看上去是衣食无忧长大的孩子。 林青霞也知道自己没有选择,将行李源和他原本的共同财产100亿拱手让给私生子,他也不差多少钱,三个女儿已经长大,今后也要各自奔向自己的前程。 林青霞在婚姻期间积攒了不少房产珠宝,随便拿出几件也够下半辈子生活。 林青霞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《敬前敬后》,里面有段描述他的至亲好友诗男生的爱情故事。 诗男生是导演徐克的前妻,林青霞作为旁观者,对他们之间的爱情看得最清晰。 男生是唯一对老公义乱情迷的妻子,100%的痴情女子,将自己奉献给他心中的才子,崇拜他,保护他,把他当老爷一样的服饰。 高兴的事情就是看到徐克高兴,甚至为了徐克,他可以选择退出。 他知道徐克是艺术家,需要火花,若有一天一个女人可以给他带来火花和灵感,他会为徐克高兴。 但现实诗男生为徐克钉克了一辈子,又是四岁为徐克离婚。 徐克转头就和乐乐在一起了,乐乐近期挺着大肚子,显然有了身孕。 作为诗男生的好闺蜜,林青霞定是为了男生伤心,他为了徐克放弃做母亲的机会,渴望能给徐克光亮,在他身边祝福他,奉献给他。 最终却被离婚相报,徐克想要孩子了,和乐乐生了孩子,73岁满头白发牵着心欢的手开心的相隔30岁的青年。 但诗男生呢,就算获得了分手费,他自己也不缺钱,如果想要孩子,为何当初不要,在诗男生无法再生育时,留他自己一个人。 虽然林青霞称诗男生太痴,仿佛自己不会做这样的事,但林青霞还是活成了另一个诗男生,在对方有了自己无法满足的需求时,黯然退场。 如果行李员从一开始就想要个儿子,相信林青霞不会不满足老公的想法,尽可能地生下去直到生出儿子,又不是没有抚养的能力。 但行李员还是选择了私生子,或许这就是每个人的宿命。 无论如何,诗男生离婚后也活出了精彩的自己,他依旧是女性在商界的一个传奇,愿林青霞也能活出更精彩的自己。 在遇到行李之前,林青霞的恋人,还是跟他痴缠二十多年的情汉,两人几番分手,又几番复合,把常人难以想象的风雨都扛了一遍,却终究没等来想要的结果。 或许在一般人看来,失恋根本不算事,大不了再换个对象,也能过一辈子。 可对于林青霞来说,却没这么简单。 行李毕竟是身家百亿的资本巨额,眼界和阅历都不肤浅,单停外表爱上一个人,不太可能。 他在一开始,看重的只是林青霞的才华和能力。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,林青霞就是一个演员,可实际上,林青霞的身份很多样。 他不仅会演戏,还会写书,搞创作,尤其擅长写瑞平时装的文章。 而彼时的行李,正担任服装品牌Esprit的亚洲区负责人,在美国招兵买马之际,恰好看到了林青霞的一篇文章。 他仔细读完后,被林青霞读到的见解深深折服,同时还惊讶于一个演员竟能写出如此专业的内容。 于是,行李暗下决心,要和林青霞见一面。 宴会上,行李和林青霞相谈甚欢。 会后,行李亲自将林青霞送回家,顺带着就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。 之后,两人的关系逐渐热络,并在相识一年,交往半年后,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这件事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轰动。 无数媒体惊奇于林青霞的雷厉风行和毫无预照,更诧异于新郎的身份,竟然不是跟他相爱二十年的秦汉。 1994年,林青霞和行李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婚礼。 行李的实力在这场婚礼中得到尽情彰显。 他为林青霞定制了香奈儿的礼服。 世间仅此一件,钻戒也是经由名师打造,价值五百万港币。 当时到场的嘉宾,全都被现场气氛感染,认为林青霞终于遇到对的人,能幸福一辈子。 然而,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。 行李到底是个商人,跟林青霞出相识,目的也只是想跟他生意合作,开拓自己服装品牌在亚洲的市场。 尽管最后两人发展成了情侣,可这段感情,多少还是沾了一些铜秀味。 果不其然,行李在操办婚礼的同时,还借机对他的S-PRE服装品牌大肆营销。 于是,婚后的他,继续保持S-PRE品牌与林青霞的捆绑关系。 不仅让林青霞参与服装设计,推出巨星联名款,还授以他身着S-PRE的衣服出行,做行走的广告牌。 那时,林青霞的演艺事业正值巅峰,拥顿无数。 S-PRE的服装被他一穿,价值顿时扩大到极为夸张的地步。 哪怕价格翻两番,也照样能在三四天授情。 再加上了S-PRE的质量也确实过关。 所以,他仅用了数年,就跃升为当时香港最火爆的服装品牌。 即便他的竞争对手有PRE的、I、T之类的服装业巨头,却也只能避其锋芒,趋居其后。 那个年代,林青霞不止在港台货,在大陆同样名声极大。 虽然他出演的电影极少在大陆上映,可大众依然能从盗版光碟中一堵其风姿,久而久之, 就形成了一股庞大的粉丝群体。 这些粉丝,就是行李预想中的第一批购买力。 媒体竟相报道夫妻俩的惊人成绩,尤其对林青霞不另称赞。 说行李能走到今天这一步,林青霞功不可没。 然而,对于外界的这些赞许,林青霞的表现却十分淡定。 作为行李的枕边人,别人不清楚,他却深刻地明白,行李跟他的婚姻,掺杂了多少利益和投资在里面。 从婚礼时植入广告,到达Spray开疆拓土时,他付出名气,动用人脉,一点点帮助丈夫建立起商业帝国。 可以说,行李走的每一步,都少不了他的影子。 如果换作曾经的林青霞,对爱情吹毛求疵,当然见不得纯净的爱情里有过多杂物。 可如今的他,却不再是当初懵懂的小女孩,而是一个学会了如何才能对自己更好的成绵人。 早在跟行李成婚的那一刻,林青霞就知道了自己这辈子要选择爱情,还是面包。 他将婚姻当成了一项事业去经营,跟老公一起从中得利,至于感情,倒没有那么重要了。 也正是因为保持这样的心态,林青霞才能在后来丈夫身陷出轨风波时,表现得那样淡定自若。 2018年,有台媒爆料林青霞和行李已经离婚,林青霞个人分到20亿港币的赡养费。 至于离婚的原因,无非还是子嗣问题,林青霞跟行李结婚十几年,只生下两个女儿,但行李想要一个儿子。 多次努力无果后,就在外找了一个小三,并且有了一个私生子。 对于此事,林青霞并未明确回应,不过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,此事倒也不是空穴来封。 当然,对于林青霞本人而言,她已经懂得如何从感情的漩涡中抽身,因此并未受到多少影响,偶尔被人拍到出街闲逛,状态也很好。 也许在未来,林青霞会选择结束与行李的婚姻。 又或许,她会忽略这段丑闻,跟行李厮守终身,但无论怎样选择,林青霞都已经得到成长,不再为情所困,以爱为生。 在这个世界上,跟林青霞相似的人很多,他们为了爱情能卑微地付出,在爱情消失后会痛苦到难以自拔,哪怕开启一段新的感情,也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。 可爱情毕竟不是一切,人活一世,最重要的,还是要为自己而生,哪怕没了爱情,还有更多的东西,值得我们去追求。